今天呢其实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比较一下各种奶类 在市场上找到的各种奶类 一讲到奶类呢 我们第一个联想到的营养素就是钙质 一个成人的钙质 日常摄取量呢 差不多是600到800毫克一天 一讲到钙质的主要来源 我们就会联想到牛奶 一听它的名字 顾名思义它就是从牛身体提取的奶类 所以以牛奶来说呢 这一个牌子100毫升的牛奶 就可以得到差不多120毫克的钙质 而蛋白质方面的话 一杯是相等于差不多8克的蛋白质 因为牛奶是从牛身上 动物身上提取的 所以它的这个维他命D、A还有B12的话 会相较比较容易让人体吸收 OK 来喝一下它的口感 就是牛奶的味道 而有一些人群可能不太适合喝牛奶 就会用其他的奶类来代替牛奶 就可以是豆奶、结果奶或者是燕麦奶 而这个豆奶的话呢 其实是豆奶是从豆、黄豆提取的 然后豆、黄豆呢是属于Complete Amino Acid 完整性蛋白胺基酸 然后呢 这一个牌子的豆奶呢 它的100毫升的这个钙质含量是差不多160毫克 而蛋白质呢 也差不多是一杯也有8克的蛋白质 来喝一下这个豆奶 豆香味是很足够的 OK 可是相对于这个牛奶呢 因为黄豆是属于植物性的蛋白 然后它的那个维他命A、维他命D或者是B12 它的吸收就没有像牛奶那么好啦 OK 然后呢 我也自己第一次尝试购买了这个坚果奶跟燕麦奶 很期待开箱它们 OK 所以坚果奶来说 这个Almond Milk 其实呢 就是用坚果打烂了过后 加水稀释的奶制品 然后这个牌子呢 可以看到 其实是有添加了这个钙质 维他命D12 还有这个B2 它有添加了这个钙质 所以这个坚果奶呢 100毫升也有120毫克的钙质 OK 来喝一下它的口感 嗯 因为我本身呢 是不太喜欢那个杏仁 杏仁奶的味道 而这个牌子的杏仁奶呢 味道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可是它可以看到它的质地呢 是比较液态一些 比较水一些 OK 嗯 跟之前的奶相比呢 这个一杯的坚果奶 它的蛋白质含量只有1.4克而已 像我刚才说的 因为它是用坚果与一些水稀释的 所以它各种品牌的 建国奶可能的营养成分啊 或者是蛋白质的分量啊 或者是脂肪的分量啊 会有所不同 OK 接下来呢 这是我很期待的一个奶啊 最近也是很红的一种 燕麦奶哦 OK 燕麦奶呢 一听到它的名字就可以知道 它的来源最主要就是从燕麦里面提取的 它的做法也跟坚果奶差不多 就是用燕麦打烂锅后再加水稀释的 而这个燕麦奶呢 100毫升的话 也有相等于120毫克的钙质 所以这个也是已经添加了这个钙质营养素的 因为它是淀粉的来源嘛 所以它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呢 它不还会 其实一杯咯 有将近15克的碳水化合物分量 然后蛋白质方面来讲 跟坚果奶差不多 差不多是1.5克一杯的分量哦 来喝一下它的口感 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呢 其实是稍微偏深一些 嗯 嗯 味道来说呢 好像喝米粥的感觉哦 OK 所以 Compare这四种奶类来说呢 我觉得这两种奶呢 它的价格通常在市场上定价会稍微偏高一些 嗯 可是 嗯 CP值来说 我觉得 可能 会没那么高 因为它的营养成分 相对于这两种 牛奶和豆奶来说 会没有那么全面哦 OK 因为它的 它虽然是有添加一些营养成分 营养素 嗯 很像钙质方面的话 都会 嗯 调制跟牛奶差不多 但是它的蛋白质 嗯 的分量的话 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跟牛奶或豆奶媲美啦 OK 而我本身呢 会比较建议这两种奶 如果是没有乳糖不耐症 可以接受牛奶的话呢 我还是建议喝牛奶 因为 嗯 动用性的一些 维生素或矿物质 比较容易让身体吸收 而豆奶的话 是那些素食者啊 或者是乳糖不耐症 人群的一些福音啦 你可以 以动奶 作为 钙质的摄取来源 它也是比较多的这个 它是属于 嗯 complete and minor acid的来源也是 可是呢 其他的那些 嗯 维生素 像是维他命D 或维他命A 或B12的话呢 可能还是需要一些 营养补助品的 嗯 帮助来达标啦 ok 所以今天的分享呢 就来到这边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 按赞 订阅 分享 记得打开小铃铛哦 拜拜